对不起对不起 不行你不能走 再这样我就要迟到了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这么一个年轻人 真是的 你讲不讲理呀 长得挺漂亮的 这么不讲理 大家快过来 叶总给大家发源的福利啦 我要这个蓝色的 我要个绿色的 我要个黑色的 那位新同事 你要什么颜色的 我要那个红色的 哪有红色的 新人是吧 也不知道是谁找人来了 什么东西都磨磨叽叽的 去把那个红色的文件夹 拿到我办公室 快点着急用 怎么又是你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以为我 我什么我 笨手笨脚的 还不快去 最近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给大家准备一点小礼物 你看他的礼物 跟我们不一样 怎么 喜欢吗 没有没有 那你不带上试试 对不起对不起 不行你不能走 再这样我就要迟大了 长得挺漂亮的 这么不讲理 去把那个红色的文件夹 拿到我办公室 快点着急用 怎么又是你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不说是谁找人来了 我们终于都磨磨叽叽的 最近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给大家准备一点小礼物 你看他的礼物 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墨镜给我 真的是浪费啊 怎么 不喜欢吗 不喜欢吗 没有没有 那你不带上试试 可是我带了也没有用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不行 你不能走 你胡说什么 我明明看的是绿灯 绿灯 难道他 再这样我就要迟大了 好了你走吧 对不起你 太不多吧 我看他体验报告 写的色弱呢 色弱 他不会分不清颜色吗 你不信啊 待会就等着他出手吧 太闲了是吧 我的闺蜜 这是这家公司的老总 叶总好 平时总是熊爸爸 但是 记得吃早饭 叶总 我们最大的客户 还有我们的房档框 太早饭吃了 来吧 不是一套 你说吧 又怎么了 我就跟你娃娃一样 别放我回家 我不信你骗我 谁呀 速度来吧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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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还 停 这种男人的表白念性 走吧 去吧 讨债 我还有三分钟 可以第二 都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